我接触过大量的Mac用户 也一直在帮他们解决使用中的困扰 所以遇到过非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 接下来呢就分享一些 我遇到过不止一次的 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 也许下次你遇到了 就能省下很多摸索的时间 首先来看仿达 因为使用频率高 所以也成了重载区 左边的这个个人收藏 大家每天都要在这里面点来点去 比如去我的桌面啊下载啊文稿 如果突然有一天变成这样 个人收藏不见了 就问你慌不慌 而且当你本能去点击它时 它还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时候就很无助了 要恢复它呢很简单 在它的右边有个小箭头 点击一下 个人收藏就回来了 其实就是使用的时候 悟出了旁边的按钮 导致它被折叠 这个问题之所以能难倒一大片人 就是因为折叠的按钮 它平时是隐藏的 只有光标出现在个人收藏上 按钮才会浮现出来 所以很多人就把它给忽略掉了 接下来要消失的呢 可不仅仅是个人收藏了 而是整个边栏 这是仿达的边栏 我可以左右拖拽来调整它的比例 当我大幅度的往左拖拽后 边栏消失 这个时候再想把它拉回来是不行的 只剩下调节窗口的功能了 要把它弄回来呢也不难 点击菜单栏的显示 然后选择显示边栏 刚才消失的东西就回来了 对于很多新用户来说 不会使用macOS特有的菜单栏 认为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界面上点击 所以在这被困住 而苹果呢确实也做了过类似的功能 比如在备忘录里出现过同样的情况 就有一个按钮可以快速展开边栏 只不过仿达里面没有 接下来的情况就更加考验人了 这是一个仿达窗口 还是边栏消失的状态 如果按照刚才的讲的方法 去点击那个显示边栏就好了 对吧 可是现在显示边栏的按钮 居然是灰色的 当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脑袋都大了 硬着头皮在网上查资料 才发现是因为隐藏了工具栏导致的 边栏是工具栏的一部分 把工具栏隐藏了 边栏就跟着消失 只要点击显示工具栏 那消失的边栏一般就会回来 接着来看桌面 很多人习惯把文件往桌面一丢 偶尔整理一下 正常来说 你可以像我这样 随意的移动桌面的文件 如果你觉得桌面有点杂乱 那么右键选择整理 文件会自动靠右边排列 这个时候 你还是可以把它们 移动到任何位置的 但是下面这种情况 你遇到过吗 就是文件靠右排列后 你无法移动它们 这是因为你在右键点击桌面后 其实是有两个很类似的选项的 排序方式和整理方式 如果选择整理 那么你自己是可以挪动的 如果选择排序 那就固定住了 无法挪动 为什么很多人在这里会犯迷糊 是因为一旦选择了排序方式 整理方式就自动消失了 所以很多人心里面会想 之前好像是可以挪动的 但现在怎么就不行了 可是一直又迟迟找不到原因 刚才访达和周边的问题 都算小插曲 就算没有回复 麻烦一点也能凑合着用 对吧 那接下来的案例 可能真的会让人误以为是电脑硬件出了问题 比如有这样一台Mac 你发现使用触控板的时候 按下去的反馈都是正常的 但是很难通过双击打开文件 你以为是触控板的问题 这张鼠标在是还是不灵敏 经常双击后无效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当初快把电脑的设置翻遍了 才发现电脑的主人把设置辅助功能 指针控制里的连按速度调到了最快 你两次点击的间隔呢 要非常短 系统才会判定为双击 我去问电脑的主人 为什么要把连按速度调这么高 结果他一脸懵逼的答道 啊 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吗 接下来看下一个案例 有朋友跟我抱怨 说他的电脑呢 右边有一半的键盘失效了 我去检查的时候 发现右边有好多按键 的确是无法打字 他觉得是电脑坏了 想从官网上退货 最后我一番摸索呢 发现他是打开了辅助功能 指针控制里的鼠标键 因为不知道这个功能有啥用啊 就忘记这回事了 也没有去关掉它 鼠标键开启后 键盘上的789 UIO JKL这些按键呢 就无法打字了 长按后可以控制光标的移动 因为没有鼠标键的状态提示 辅助功能里面也没有对应的功能介绍 所以很多人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会不知所措 好了以上就是我总结的一些 因为设置失误 影响正常使用的案例 如果你在使用中呢 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 其实呢还有一些 很严重的设置问题 三两句讲不清楚 我也做了相关的专题 比如修改用户名导致资料丢失 iCloud操作不当导致资料丢失 还有安装软件失败 都引起了非常大的顾名和讨论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有空记得在我频道里面翻出来看看 这里是麦克云坑堂 我是修康 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